神秘万分 人们仿佛嗅到了 灵扎滩宝藏所散发的气息 然而 这些隐藏着的宝藏 究竟在哪里呢 公元2007年6月15日 没有人了解张建国心中 所感受到的大起大落 在那天 梦寐以求的挖掘机会 突然来到了他的面前 我想 如果我们帮这个空白区 如果不挖的话 或者不清理的话 将来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然而随后 他却惊恐万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旁边还有一个倒洞 严峻的遗址保护 给张建国带来巨大压力 此外还有一个令所有人感到担心的 就是张建国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吃完早饭之后 就感觉到 这个胸比较嫩 我就帮他们喊来 最后给了我一点 吃了一点这个 救星完 吃了七片 吃了七粒 感觉到还不行 过了一会儿又吃了七粒 这才有所欢节 那天张建国因为突发心绞痛 而濒临死亡边缘 然而他依然在病房里指挥考古队的工作 他果断决定把所有的技术人员 转移到那片带有倒洞的土地上 因为他感到一个重要的墓穴 应该就在这下面 这个地方肯定会有重要的发现出现 他们把这个新挖掘的地方 命名为07M23 人们在专心致志 清理着每一寸土地 随着挖掘工作的进展 考古队员们发现 那个旁边的倒洞直接指向这里 这个倒洞距这个07M23 将近有50公分距离 这个倒洞如果再往偏西一点的话 也要打到这个墓障 张建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们不知道这个倒洞 为什么就止步在那个地方了 难道盗墓人发现这里真的没有继续前进的必要了吗 或者是考古队判断失误 这里根本就没有重要墓穴存在 不过在没有得到领队命令停止的情况下 队员们的工作就是继续往地层深处推进 2007年6月21日 考古队员们在这个闷热的宫棚 低着头注视着各自的区域 越来越多的石头开始露出地面 就在准备清理这些杂乱无章的石头之际 人们发现这块石料并非想象中无用的大石头 因为有人的手在这上面触摸到了一些奇怪的凹凸纹理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考古人员立刻把这个现象报告给张敬国 来到现场的张敬国从多个方面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个椭圆形石头前端有一对獠牙状的凸起 在这个凸起的鞋上方是一个类似眼睛的凹凸 这是一个动物的原雕 它不是一个原始纸料 而是一块 而是一件巨型的这个玉珠 当时是跟87年的发掘联想起来的 87年的发掘在那个M4那上面 这也是在墓口上面放了一个大的石斧 很巨大的 4.25公斤的 如果真的和87年的情况相似 那么这个玉珠将是一个重大发泄 1987年6月 人们在标号为87M4的墓里 发现这个巨大的石月 把石月抬走继续往下挖掘之后 震惊了所有现场的人员 众多珍贵文物展现在大家面前 后来人们断定 那个时代的重要墓葬上面 一定有个大型的随葬品 今天这个玉珠 是不是和87年那个十月一样 暗示着一个宝葬即将出现呢 我就联想到那一件事情 我想这个石珠放在这上头 肯定于87M4 可能有像类似的现象出现 这底下肯定还有一些重要的墓葬要出现 这个相似的发现令人兴奋不已 然而天色慢慢变暗 夜色再次为这个墓葬增添了不可预测的威胁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考古队决定暂时停止挖掘 张庆国随后把玉珠搬回筑地 放置在自己的房间里 每天晚饭之后 考古人员都要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整理和分析 这个工作由副领队吴卫红博士负责 在考古工地上的日子 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轻松 紧张的情绪始终笼罩着队员们 但他们不知道 领队张庆国当时心中有多么紧张 在那个晚上 他不停地给这个玉珠浇水 他担心这个奇特的随葬品 会随时消失在眼前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 2000年 张庆国把一块灵家滩出土的玉 交给冯美副教授 希望他能够鉴定这块玉石的材质构成情况 然而没想到的是 那块玉石竟然消失于他的手中 冯美是玉器鉴定专家 无数价值连城的珠宝 都曾安全地经过他的手 玉石无缘无故 消失在手上的事情 从未发生过 张庆国送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玉石 他又怎么会像面粉一样溶于水呢 这件事使张庆国非常担心 他不知道玉珠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消失于眼前 他需要一个材料专家 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许卫博士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 他是参与研究 玉珈滩文物的地质专家之一 他要回答的问题是 玉珈滩宝藏究竟是什么材料制造的 而那些材料又是来自哪里 林家山出土的文物呢 应该是有两种 一种是玉石类的 还有一种就是石器类的 这两种 那么玉石类的呢 主要是透闪石玉 消失于冯明手中的那块玉 就是透闪石 因为它的产量在安徽 乃至全国都极其稀少 在安徽省的地质图上 根本就没有矿藏的标注 今天文明世界的新疆和田玉 就是透闪石的一种 尽管稀少 但许卫博士很快就发现 距离林家滩北部 约50公里的肥东县 有一个废弃的菜市场 那里隐藏的透闪石 和林家滩浴室的材料是相同的 形象的说 这里就是史前林家滩宝藏的原料产地 你上来 如果仔细地寻找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找到林家滩出土的那种预料 但我们也注意到 透闪石异常坚硬 与冯敏谈到的 那个溶与水的玉气完全不同 这是为什么 我们接下来就对这个现象 做了一些分析 然后后来就发现 就说古玉在经过了几千年的 彻底分化以后 它就像海绵一样非常抛松 当初这个预料的可能硬度能达到六 现在已经降到了二 那今天我们手边的材质 什么东西是二的呢 我们的指甲会大于二 那比咱们指甲还软 比指甲还软 就是说你指甲可以在上面滑放 所以说的说 我们这个玉气取出来以后的 这个保护非常重要 以前出土的文物 专家已经研究的比较透彻 目前在野外作业的考古队 无法对玉珠的材质做出准确的判断 因此张敬国只能用水来模拟地下湿度的方法 对玉珠进行保护 与紧张心情相比 每当想到未来数天的工作时 张敬国便会兴奋不已 因为他把这只玉珠 当作了开启宝藏大门的钥匙 多年的考古生涯 是否会在这里完美谢幕呢 如果不出意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墓穴 将会在挖掘到某个深度的时候出现 过程中还会有什么曲折 这下面将有什么奇迹 等待着张敬国 地球上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 这些故事关乎每一个生命 天地广阔 万物自在 生命之旅即将启程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 前期的准备已经完成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考古队的步伐 一天他们在探方里发现数个排列整齐的白色环状物 从他们出现的位置来看 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大型墓葬 张敬国的预言 开始得到证实 然而几乎在肯定这是一个大型墓葬的同时 考古队还肯定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座墓葬呢 它不是处于祭坛的正中央 它是在祭坛的南部 它的顶部还有一点距离 还有一点距离 还有几米远的距离 他们发现 这里曾经是灵家滩不足祭坛的阶梯 而那个刚刚发现的墓穴 就位于阶梯的最顶端 距离祭坛中心咫尺之遥 祭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场所 有权祭拜天地的只有最高首领 谁拥有祭天的特权 谁就拥有天下 究竟是谁拥有这样的地位 被埋葬在距离祭坛中央 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呢 张敬国判断 这一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墓葬 如果大胆地假设 这应该就是不足首领的墓穴 2007年6月26日 一个被埋藏了5300多年的墓葬 终于重建天日 经过整理后发现 这座墓长3.6米 宽2.1米 酸性土壤已经把墓主人的尸骨 完全毁灭 墓穴中的玉器 石器和陶器 被摆成人形 有的地方随葬品 整整叠加了六层 墓主人头部朝南 在这个地方放置了大量的玉环 当年这些玉环 很可能是用绳索连接成串 变成一个巨大的装饰品 摆放在死者头部的 在灵家滩出土的所有墓葬里 从没有一个墓的主人 佩戴如此众多的玉环 这些玉环的出土 说明当时这个墓穴的主人 在生前拥有巨大的财富 贫富分化 在五千三百年前 西石器时代的灵家滩 已经出现 稍微向北偏移 十几个玉环 位于他的胸部 这种被佩戴在胸前的玉器 暗示着死者生前 拥有非常尊贵的地位 玉环佩戴的数量越多 主人的社会地位越显赫 除此之外 大量的月分散在墓室的各个位置 通过对考古材料的研究分析 专家确定 月具有礼法的作用 也作为兵器的象征 暗示着拥有这些物品的人 掌握着军事权力 月行七五说明 墓主人在生前 必定是一位政治上的首领人物 更加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在他的腰腹部位 放置有三个玉龟 这些空心的龟壳中 有两根玉签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通过就是说 他发现这个玉龟和这个玉签之后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大祭司 他是个大祭司 他是个生权领袖人物 87M15的水藏品 也只是一百多件 他是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这个07M23的 他是个生权领袖人物 这说明当时的这个生权地位 他要比这个氏族酋长地位 可能还要高 他的水藏品如此丰富 如此的规格 那都是很少见的 这里面的水藏品 达到330件之多 张敬国从未在灵渣滩的 单个墓穴里 发现如此众多的文物 考证这些出土的精美预期后发现 从前 这里曾经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灵家滩地处气候温和地带 这种气候对于远古 极其依赖自然条件生存的人们而言 无疑是一个富足的天堂 远古的人们在这里生活得井然有序 当时的灵家滩 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一个强大的部落 然而考古却发现 这个史前高度文明的地方 在距今约5300年前的时候 却神奇地消失了 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导致这个文明的突然灭亡 确确地说 我们目前对于灵家滩文明灭亡的真相 知之甚少 但时间依然留下了一些当年的痕迹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潮湖地区正好位于两组断裂带交汇的地方 这种地带是一个地震的高发区域 我国的唐山就位于这条断裂带上 三十年前那场大地震 曾经给唐山造成巨大的灾难 位于潮湖地区的灵家滩古文明的灭亡 是否也与地震有关系呢 事实上在安徽就是灵家滩这一块的话 有史书记载的地震强度都不大 成功有几次是3.1级 大概是明朝的时候 有一次是3.7级 大概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总体来说 它这个地震的发生的频率不是很大 按照一般的规律 小规模的地震与战争 不可能毁灭一个文明 但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力量足以毁灭一个强大的部族呢 但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了有些水清的这么一种痕迹 这个发现 使我们把目光转向了这条平静的玉溪河 难道是史前的洪水毁灭了这个文明 如果真的是这样 证据又在哪里呢 地质学院有很多学者 在长江中央游地区的话 这一块土壤进行了一些不同的 不同角度的研究 也做了一些年龄测试 那么认为 基本上相当于四千八到五千年左右 这个是一个历史上有一次大洪水事件 这个洪水翻滥了以后 它把它也全部掩盖了 所以造成了这个文化的消失 张教授的考古发现 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许位博士的猜想 他们曾经在这条河下面发现古文化层 也就是说 在远古以前 曾经有人类居住在这条河的河床位置上 假设你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天 玉溪河突然洪水泛滥而改道 河水淹没了这个聚落点 所有的一切都被淹没在洪水之下 林家滩就此被完全毁灭 那个时候是距今约五千三百年 史前林家滩的故事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但文明也许就是一种巧合 五千多年后的我们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奇迹 1936年 人们发现了这个位于杭州市西北部19公里 距今约五千二百五十年前的两主文化遗址 在那里考古学家找到了大量巧夺天工的玉器 这个1936年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因为江浙地区在两主文化之前 并没有任何高度的玉器文明遗迹被发现 为什么两主文化会突然具备如此高超的卓裕工艺 这颗文明的火种从何而来 我们认为它可能还是顺水而下流入苍江 从苍江就进入了江浙地区 对两主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林家滩文化应该说 它也是两主文化的源头之一 两主玉器与林家滩玉器的选材相同 都是以透闪湿为主 在制作工艺上 两主治玉过程中使用了原始机械装置 其中以管钻打孔最具代表性 这种特性和林家滩那个巧夺天工的玉人 所采用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两主玉器上的纹饰 早期主要是龙手纹 龙手纹主要着刻在圆环和手镯状玉器的外缘 这种文士有着强烈的江淮地区玉器风格 从这里我们能够明显看出 两主文化受到江淮地区文化的巨大影响 今天我们只能在破碎的证据中 追寻史前林家滩那沉寂的辉煌 史前人类所盖的房屋现在变成了一堆红土 他们在死后的墓穴中留下了数量巨大的玉器 这些物品告诉我们 数千年前这个地方曾经居住的一些人 他们拥有高超的卓裕技术 后来这些人大概迁移到了江浙地区 为那个地方的文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这些就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而剩下的全是未解之谜